大小差不多吧 农民朋友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和这位老师傅交谈了一下 因为我们正常的种西瓜的过程中 我们要采取一个压秧 比如说隔多少公分 我们就要去压这个秧子 然后让它形成这个瓜 但是在第二茬瓜以后 一颗秧只让它做两到三个瓜就可以了 这样子既可以提高了产量 另外一个就是提高它的品质 你看我手里面这个瓜 它这个品质大小其实都是和差不多的 和咱们刚才摘到这个筐里面的 我们可以看看 它这个地上铺这个地膜 它铺这个地膜 代替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压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这样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第一个 就是说既提高了这个地温 让它增加这个糖的这个积累 第二个方面呢 也可以预防一些土传病害的一些发生 比如说像西瓜的一些这个灰霉啊 或者梅乌病啊 这些像土传的病害都可以很好的预防的 因为刚才和咱们这位师傅交流的时候啊 他说在他这个医劲啊 几乎是很少打药的 是吧师傅 很少打药的 是吧 嗯 好了就到这里吧 本期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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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